第二輪的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薔薇之戀 他又要猜人了嗎 因為我問 只能答對一次喔 只能答對一次機會喔 先搶 他來過他知道啊 對啊 薔薇之戀 薔薇之戀他演的喔 薔薇之戀 薔薇之戀 不是他演的嗎 薔薇之戀答對沒有 薔薇之戀 你 你太急了 不是他演的嗎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演的嗎 不是他 我有演 你有演喔 我有去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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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你吧 來 第二個提示請看十秒 三點一四一五 不是一部 到我偶像劇 三點一四一五是什麼 應該也是偶像劇 我要猜了喔 要猜了啊 誰 成家話 欸啦 答對沒有 也不是 我們答名字是三個字對不對 猜一個人名三個字 人名三個字 第三個提示來囉 請看第三個提示 聽到我們講主持 聽到我們講還主持 什麼呀 這很難耶 千萬一之內裡面還有誰演啊 最後一個提示請看 我不知道 完蛋了 楊切實本來知道 完蛋了 來 妳的答案是 我真的很軟才 說 淘 淘金營啊 淘金會不會是女人事實 淘金營答對人嗎 答對吧 剩下兩位 還有別的提示嗎 張淘櫃 黃曉星 妳就指望他們都錯 那我後來我們可以再處理 好 那他們都猜不出來 張淘櫃 黃曉星 有沒有提示 目前為止 提示講完啦 講完啦 沒有再多的 應該是女的吧 十三次 超的 女的啊 跟妳合作 不能再講 不能再講 真的可以講了啦 對啊 不會吧 聖哥 要公平啊 跟妳有合作 妳讓我們思考一下 時間到了吧 聖哥 要換下一位嗎 要公平啊 沒辦法 對啊 好 換 對啊 這個真的沒有 我們猜 我再猜一次可以嗎 不行 這個不行 她要林志玲 請公布證件 女人餓八 對啊 女人餓八 對 女人餓八 她主持的啊 對 因為我後天要去上 我就知道 來啦 荒謬至極 真的 林一誠 荒謬至極 然後所有人 蛤 為什麼 永中立跟他有關係啊 三點一起 因為我都知道 小鐘你有得燈哥熱嗎 我剛有被他咬到一切 他剛剛是我旁邊的耶 對 好 那不著急 我們換一個方式來呈現 好不好 好 很難得喔 來 準備 請看我們的 這一次的 提示是影片 請看 現在是美容SPA時間 來 請看下 我來幫你做保養 哇塞 你的臉都沒有好好在保養耶 乾乾巴巴的 這個博菲英文沒印子啊 我可以讓你臉上這些瑕疵 都修復起來 日防護業修復 尊重一點 我不會說話喔 皮膚有那麼差嗎 你不要講話啦 你啊 有沒有覺得 這清爽不黏膩 它是日本原裝進口的喔 它還有萃取那個 喜馬拉雅山的花厚 紅膽花精華 告訴你喔 明天早上起來啊 你的皮膚就會跟 body一樣水嫩光滑 或者覺得皮膚粗糙一點 比較有男人味 你就乖乖天天用嘛 你啊 天天用這個 高濃度索實保養 皮膚就會跟我一樣 像小baby一樣Q彈 還可以舒緩你的敏感肌 喂 因為 睡著了喔 沒有 所以我剛才說什麼 要出題囉 題目是 題目是 佩佩幫佑傑保養用的這罐 銅鈴霜 裡頭有 薄菲英 完美英子 還有萃取至哪一座 山上的龍膽花精華呢 來 準備 請講到 小東哥 你很開心喔 要起來 等一下 好快喔 好快喔 小東哥好快 要講 不行 你們這些人 好清楚喔 各位 真的很清楚 對 你們這些人 對啊 我們的答案是不是 林依晨 很直覺啊 那是101啊 101都會有101層 101層 我不讓讓後輩 西馬拉雅山 對 對啊 好 用講他 真的有這麼難聽嗎 他說 他說蜘蛛 拉雅對不對 不是啦 西馬拉雅山啦 拉雅 拉雅 西馬拉雅山 西馬拉雅山 答對了沒有 恭喜他 對 我不是暗號 我想奧 來 我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是 西馬拉雅山的這個龍膽花呢 好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都說了 這幾年非常流行 童顏美女 但是所謂的童顏美女的 就是要有新型臉 你的兒頭比較寬 然後下巴比較尖 那其實這個新型臉的美女 然後還要有一個飽滿的蘋果肌 想要變成童顏美女 也要告訴大家幾招喔 這是根據台大皮膚研究權威 吳英俊醫生要教大家 其實你要讓你的兒頭 沒有皺紋的話 可以用你的食指 第一個指截處 然後往上 從你的這個眉心往上提拉 然後再從你兒頭的中間 往兩側 可以左右畫圈 另外你要消除嘴角的皺紋 也可以沿著你法令紋的位置 這樣子往上來推 並且如果你要有一個 更飽滿的蘋果肌 也可以從臉頰的中央 往你的耳際 髮際線這個地方 往上提拉拉提 都可以讓你瘦小臉 同時還有蘋果肌 那我們一定要恭喜小鐘哥 答對了這題 還可以加碼得到這一瓶 DV同齡霜 恭喜你 恭喜小鐘 太棒了 繼續 繼續把你的動靈 表現到極致 沒問題 對吧 現在誰看得出來 你四十歲 你那幾個對不對 謝謝誠哥 誠哥也看不出來四十幾歲 對啊 怎麼樣 不要亂說 你一定要多個幾就對了 來 馬上進行小鐘的 酒窩歌攻略賽 來 請就位 鍾雲騰 同學 鍾雲公磚 五磚的電子工程科畢業 對 鍾雲公磚 他這一生的演藝工作 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所以多講話 也拍過廣告 都有啦 都 太優秀了 我想那個 木藥粉的廣告 大家都很清楚 大塊的比較少喔 燈隔熱 把它噴下去 就好玩喔 來 我們心平忌合 親平忌合 來 請速差 酒窩歌攻略賽提醒 來 四分鐘 你要面對的題目 分別有 理想不行女生 我們都在找理想型的 可是你常碰到理想不行的 對不對 聽說你號稱是 所有人的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對 跟我分手的時候 就結婚了 這是真的 很奇怪 三鐵選手你參加過 參加過 小哥哥抓泥丘 這是你小時候愛玩的 有活動的 對 小時候喜歡抓泥丘 抓泥丘 嗯 抓泥丘 海鮮指南你愛吃 喔 海鮮棒 牛糞鍋吃不吃 你也吃 吃吃吃 大富翁球星 你愛看關注球隊運動 球賽 英文說閉嘴 聽說英文還不錯 保衛小撇步 好 來 我們從哪裡開始 就從我比較擅長的吧 擅長的是理想不行女生 你答對了 真的 真的 這個比較有感覺 好 擅長的理想不行女生 準備 請出題 一科夢不登 網路票選排行 哪一種類型的女生 是男生最不想取的冠軍 A 拜金 B 公主 B C 太黏人 這三種都很討人厭 A 拜金 請鎖定 你這是 你是依照自己的所想的還是 對 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 派拜金的女生 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辛苦 存了這些錢 最後都會被她拜光光 很氣 對 很氣 那我就很慘了 那如果她是個富家女 她自己就攢了很多了 我 可以 但是我追不到 好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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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的拜金 你是最多的 所以現在這一種 我覺得男生 會很不想遇到這一種 認為 票選 第一名冠軍 最不想取的 男生最不想取的 是拜金的舉手 一個 只要我啊 認為是公主兵的舉手 有三個喔 你也覺得是公主兵 因為你知道公主病的人 就是很想要人家服侍 那有些男生 其實會覺得說 我憑什麼要服侍你 就會覺得很煩 完了 危險 所以只有一個選太黏人 對啊 我覺得太黏人耶 說 就怎麼我好像有被人家罵過 太黏人了 叫我自己想點事情做 我自己想點事情做 你什麼 我又覺得 沒有 沒有 我竟然知道 所以我選真的 不要哭 叫我早點事情做 對啊 我選太閒了啦 男生你也太黏人了吧 你可不可以找你事情做 好 來 請揭曉 議題又掛 答對 男生就不想賺錢了 真的 好 在這份科目撥登的 調查當中 我們看到第一名的就是拜金 通常拜金的女生 男生只要一知道之後 完全冷掉 就不會想要再跟他 繼續發展了 那麼第二名的男生討厭的 其實是愛抽菸 喝酒的女生 因為讓他們覺得說 不夠端莊 不能做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 所以男生也比較反感一些 那第三名才是公主病 第四是欠債 第五是控制欲太強 會讓男生覺得 我好像多了一個媽媽在管我 第五是 第二題 你的英文為什麼會 算是你覺得滿自豪的 因為我從小喜歡聽英文歌曲 所以我在英文歌曲裡面 學了很多單字 真的為什麼我們在友台的 那個節目裡面 用英文在傳話的那個 為什麼你的英文講那麼爛 你說瞎聽ABC啊 就是 但是我是會用比較特殊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嘛 譬如說 One Cut 44 惠爾 One Cut 44 一解四十四 負四三 對 一解四十四嘛 負四十三嘛 負四十三嘛 負四十四十四 那你只要想跟小啊 對啊 今天我了解你 了解你 什麼爛英文 來 請出題 A 近年來 Shut Up 除了可以解讀為閉嘴之外 也另外衍生出了什麼意思 A 不要這樣 B 別煩我 C 少來了 衍生出什麼意思 Shut Up 這可能猜了 C 少來了 聽說你 Shut Up Shut Up 就閉嘴 就閉嘴啊 閉嘴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叫少來了 就Shut Up就是 不要再多說了 少來了 少說了這樣 Shut Up 對啊 你Shut Up不可能說 不要這樣 對啊 對不對 Shut Up 這就怎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Shut Up是Shut Up 他怎麼可能這樣Shut Up 不可能 你Shut Up都是直接很 直接這樣 Shut Up 別煩我 我覺得也有可能 你這樣很合理耶 對啊 不可能 Shut Up 不可能對不對 不可能 不要這樣 Shut Up 來 少來了 請 接腳 好 如果我在看美劇跟電影的朋友 應該會發現 Shut Up 這個詞 現在的確很常 美國的女生喜歡用 我們給大家一個情境好了 比如說在劇中 有兩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其中一個跟他說 James proposed to me yesterday 就是他昨天跟我求婚了 另外一個女生可能會跟他說 Wow No way Shut Up 就是說 哇 真的假的 就是替姐妹一套 開心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他還有一點 帶了一點驚喜 真的嗎 的那種成分在裡面 一萬元在門口了 來 第三題 三鐵選手 你參與過幾次 一次 你有沒有覺得 你能活著回來不容易 我覺得很不容易 我就沒有再參加了 你那是小鐵人嗎 還是 半鐵人 來 三鐵選手 請指定 請問鐵人三項 是法國哪一種類型的 運動選手所發起的 A 自行車選手 B 馬拉松選手 漂亮 C 游泳選手 好難喔 出得好 C 游泳選手 謝謝主力 這個有把握啦 你怎麼知道他 我跟你講 馬拉松選手 他就是跑馬拉松 他不會想要去弄一個三鐵 游泳算是比較特別的 一個項目在三鐵裡面 而且很多三鐵的選手 最容易卡關的就是在游泳 所以我覺得 他會把這三個湊在一起 我覺得應該是游泳 游泳選手 郁情人往水裡面跳耶 那整個揮跟踢跟踹 他們都這樣划起來 也沒在管的嘛 腳在那邊踢的 但我只會挖屎 很慘 追不上前面又被後面的踢 後面的過了你之後 又那麼下一個踢是踢 游泳選手發起了 當初的鐵人三項 是嗎 請接腳 恭喜掌聲 這個當初的起源是在 在一九二一年法國馬賽的一個 游泳俱樂部裡頭 有一個游泳選手突發奇想 就想說是不是能夠把這個游泳 和另外的兩種運動結合在一起 進行一個運動的賽事 所以當時最初除了是要 先跑三公里的路之外呢 還有這騎自行車騎十二公里 最後還要湧度曼恩海峽 但是呢 從這個一九二三零年代的時候呢 都沒有什麼人可以成功的玩賽 後來呢 這個鐵人三項就消沉了一陣子 是一直到一九七四年的時候呢 才逐漸的被發揚光大 來 曹三文賣景 第四題 小哥哥抓泥丘 抓泥丘 為什麼喜歡抓泥丘 因為小時候住洋梅嘛 是一個那時候 洋梅就應該有很多泥丘嗎 很多耶 因為我家那時候前面就是稻田 稻田旁邊都有那種小河或什麼的 那時候很多 然後後面有山坡對不對 真的 以前我家真的是這樣 對啊 山坡上面是不是野花多 對 野花 野花 小河裡面還有白鵝喔 好 我管 接不完 來 小哥哥抓妳就 請住地 這什麼地方 小河 嚇誰啊 是爪霞 你 你幹什麼 沒有 就在想啊 就在考慮啊 因為我跟你講 B 那 又是B啦 因為C不可能 它不是用腮呼吸的 你就是不用腮 腸子有辦法呼吸 這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 腸子怎麼可能呼吸 但是皮膚是可以呼吸的 尤其人其實也是 人也是靠皮膚來調節 它的體溫的 所以皮膚 能夠透氣 能夠呼吸是最重要的 是嗎 如果是腸子的話 我真的 我 我把這個一萬塊捲出去 真的 不可能是腸子吧 真的嗎 難說 難說 他覺得是 不是 皮膚 你說腸子 不是啊 因為他皮膚又黏黏的 黏黏的就不透氣 他怎麼用皮膚呼吸 有的東西黏黏的也是透氣的 是嗎 真的啊 黏黏的就蓋住啦 譬如說什麼 你就是 什麼 幹嘛 周圍發明了 不是 請進行 不是皮膚啊 來 她把一萬元獎品捐出來了 好 捐出來了 好 恭喜小鐘哥要捐禮物了 因為正確答案就是腸子 但為什麼是因為是腸子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尼丘呢 它的呼吸器官 的確剛剛三個選項 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腮已經比較退化 那皮膚呢 基本上還是有點微弱的這個 可以幫助它呼吸的功能 不過它最主要 用的就是腸子來呼吸 所以尼丘呢 當它缺氧的時候 它必須要常常浮到水面上來 吞噬水面上的空氣 再回到水裡 那它是怎麼排氣的呢 就是像用放屁的方式 把它已經這個吸收過的空氣 再從這個肛門排出去 所以尼丘其實是會淹死的喔 之前就有這個人 他們補了一網尼丘啊 就直接把它沉在水底 所以用籠子關在這個水底 所以尼丘就沒有辦法 浮到水面上來呼吸 結果最後早上的時候 那一整籠的尼丘 通通都死掉了 來 我們來看看小鐘哥 他捐了什麼樣的禮物給我們 來 感謝小鐘哥捐出了 Buffling Plus Surprise Bottle 氮氣金旗瓶 這個叫Hurray團體 他們利用了這個 流體 氣體等力學的元素 創造了無負擔 改變飲品質地的金旗瓶 一分鐘之內呢 就可以讓氣體跟液體融合 讓烈酒變得更乾淳 咖啡變得更滑順 發揮飲品的最高價值 謝謝小鐘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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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沒有沒有啦 我們進去下一回合的 來自個賽 有嗎 其實藝人說話就 聽聽就算 對啦 在那邊嗎 要一萬塊 謝謝你下一回合的自個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